但是您要有限度 生活无处不经济 狼眼看来不寻常 狼教授介绍一位新朋友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陈住民老师 欢迎欢迎 咱们今天请陈老师来 一起透视一下高盛的七大门 所以咱们财经狼眼 很早以前就聊到过高盛 高盛的幽灵 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上口来回游荡 不过这幽灵有个小辫子 最近被这个美国证交会抓了一个正着 以前是高盛叫高高在上 盛气凌人 现在好像前途并不是很美妙 咱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被誉为美国华尔街赚钱高手的高盛集团 因涉嫌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七大投资者 4月16日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民事诉讼 遭起诉的还有高盛高管巴布里斯·托尔雷 美国证交会的指控 将这家拥有一百四十年历史的投行 推到了风头浪尖 其实在早前沸沸扬扬的希腊债务危机中 高盛所扮演的角色 就已经受到了相当多的质疑 继隐瞒门后 欺诈门令高盛再度蒙羞 有媒体猜测 这有可能是美国总统奥巴马 发起金融改革总工的信号 更有媒体预言 在此次战争中 高盛恐难得闪终 高盛到底做了什么 怎么现在跟过界老鼠一样 包括欧洲 包括美国 基本上全面围剿 而且现在用的词叫道德破产 其实问题很简单 各位朋友还记不记得 刺激战的事情 刺激战在我们中国 对我们中国冲击开始 可以说是2008年11月 但是早在07年的时候 甚至06年年底的时候 就已经不稳了 所以07年一季度的时候 高盛开始也搞刺激战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你搞刺激战本身没问题 你成销 你发信 你去卖刺激战没有问题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美国司法单位 包括美国证监会 查了高盛 所以来往电邮的时候发现 他们早就知道 刺激战出危机了 如果你知道 刺激战出危机的话 你把这个危机 告诉你的投资人 那就没事了 那就是讯息非常自由流通 那就没问题 问题是你不说 你不说就有问题 如果你不说的话 在从中图利 那就非常糟糕了 他这个问题是什么 他明明知道有危机 而他不但不说 而且还从中图利 伤害到其他投资人 这个问题就闹大了 你知道吧 那么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就是有一家基金公司 那个叫做约翰鲍尔森 他不是财政部长鲍尔森 两个同姓 但是不一样的一个人 他是个对冲基金 他和高盛合作 那他怎么搞呢 他们就选了一些 质量特别差的债券 那么他总共选了123个 但到最后发现 风险还这么够大 选了63个 他们都是接近于垃圾级的债券 已经接近了 而且都是一些 在房价非常高的地区 包括加州 或者是什么 佛罗里达州 内华达州 给亚大萨纳州 这种地方的房地产的债券 因为泡沫高的话 就容易崩盘了 所以他选了这个 123个里面 再选出63个 就在这个泡沫非常严重 随时会崩盘的地区 而且风险 而且这个债券是非常差的 接近一个大积极的债券 把他打包 这个太可恶了 你把这个打包之后 你想干什么呢 他打包以后 既然卖给投资人 这个问题就大了 而且更可怕什么呢 鲍尔森选立的63个债券 当打包卖给投资人的时候呢 他反手做空 那可能各位观众 可能搞迷不出 什么叫反手做空 就是我卖给你 卖给你1000块 然后呢 我知道这个债券不行了 现在可能跌到400块 我干脆今天拖拖拖拖拖 把他用1000块钱卖掉 明天呢 等到跌到400块之后呢 我再买回来 这女孩在我手上 可是呢 我是1000块卖的 400块买的 鲍尔森选中 装600块 自己要卖空 就是问题在 卖给的这些投资者 包括这些金融机构 他们也不傻呀 他们不能判断 这些是 逼近于这个垃圾节的 对呀 你看 所以高生更聪明了 他为了让这些上当 包括德工银行 和荷兰银行 他们说 你这个鲍尔森 对他也不是很熟悉呀 你选择个债券 63个债券 是不是很差啊 我都不知道 对不对 你找点担保 对不对 所以高盛呢 就找到一个 ACA的一家公司 他其实是一个 保险公司类型的 名义上就是 资产管理公司 实际上是保险公司 他给你提供保险 就是说 我来做这个中介 好吧 我卖给你 出问题 我帮你赔偿 好吧 所以你看 这个德国公银行 是高盛推荐的 这个债券 然后由ACA保险公司 来做保险 万一出了问题的话 他赔 那不就没风险了吗 当时有一个 基本的前提 就是房价要涨 还会涨 而美国的房价 从2002年开始 一直在持续上涨 所以大家都一直 就是所有的投资者 都是假设 房价还涨 所以那些还不起钱的人 他们就说 即使还不起钱 我把那个房子 收回来过后 那么还可以卖了 还可以赚差价 其实当时银行 有一部分银行 就是也想从 就是收回房价当中来蒙利 不排队的思想 05年刚好我在美国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只要待在宿舍里 每天都会有一个电话 就打个 我要不要钱 你是不是属于刺激在 那个那个 就是一个高通期 他根本就不管 你还不还得起钱 他就最 其实他心里高兴 最好你还不起钱 等于说高正做的事情 就是挖一个坑 让你跳 跳进就再把坑埋上 对 举个例子 德国公银行买了以后 他是买了1.5亿美元的这个债券 没多少钱 对不对 但他一旦出了危机之后 欧盟救他 花了135亿美元 你看看 这什么概念 你看看 所以这个充足有多大 现在不说是 你高盛老卖的这个数量 可能并不是很大 但是以德国公银行的数字来看的话 你为了救这个银行 花了135亿 那是多么吓人的金额 还有荷兰银行也是 荷兰银行最后 经营不下去了 被苏格兰皇家银行收购了 帮他还掉8.4亿美元 这钱都给谁了呢 基本上 转手之后给鲍尔森赚去了 对 所以在整个金额危机过程中 我们看到 其他人都是亏的倾家荡产 只有鲍尔森这个基金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他基金赚了好像200亿 对 他自己 他被称为对冲基金之后 对 他自己赚了35亿美元 哇 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 大家的声明突然确起了 连那个索罗斯也说 跟你共计晚餐 对 结果现在这个 直到今天这个门 你发现今天没有白吃午餐了 这个皇帝的心意被 被揭 对 我就奉献各位朋友 如果以后你想骗人的话 你得早上帮你打包去骗 谁是高手呢 是高盛 所以 所以现在有评论 包括那个美国证教会的 一个执法部的一个负责人 他说高盛这套组合 看起来好像新颖而复杂 其实骗人的手法是简单而老旧的 他用的很多工具 其实是常规的 包括资产证券和产品那些 其实都也都是常规的 这中间呢 其实那个 保险公司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发现的那个信用违约互换 本来刺激债的总规模 也就大概两万个亿 但是这个保险的 那个担保的总的 做出来的那个 就到了62万亿了 这怎样这一论复杂了 我给观众再解释一下 ACA 最后 赔了六百多亿美元 他自己没赚多少钱 最后赔了六百多亿美元 你看看 就是说 金额虽小 这个冲击非常大 但出现大的过程是什么样 这个就是拓华 而且不断的放大 不断的放大 不断的放大 因为为什么会不断放大呢 我今天拖 我今天卖给你 我要拖这个人进来 又拖别人进来 大家都进来玩的结果呢 越炒越大 越炒越大 泡沫越炒越大 这个意思 好吗 就到时候你一赔的话呢 那个赔金额是天价的金额 你看AC这保险公司 本来是当个中介 他本来应该算是无辜第三者 由于脑子不清楚 上了高盛的当 到最后呢 当成 当那个中介来帮他卖 卖了以后呢 一出问题他赔 我倒觉得他们可能更是帮凶 而不是无辜者 他们在这当中 其实起了一个助推的作用 他们本身也是贪婪的 我觉得他们是 这个整个历练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环境 你这个贪婪 你得贪婪留水平 你贪婪就破产了 那就很惨了 那水平就是不行的 我们这应该学习的对象什么呢 是高盛又贪婪 又不出问题 还赚一笔 而且就算这次 郑教会起诉他 包括你看很多 这个名流在谈到这个问题 包括这个比尔克林顿 他最近5月14号表示说 他相信高盛集团 及其首席执行官 这个布兰克菲恩 他并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克林顿讲的话 他只是道德破产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高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事情是精密策划的 因此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地方 他都透过很多别的办法 把那个堵住 比如说 政经会要起诉高盛 他说你不能起诉我 我也亏了 为什么亏了呢 他说 我就是这笔交易 报纸这个交易 我亏了一亿美元 即使我亏的话 代表说 我也是不知情者 但是 但是这是你看得到的亏 可是 他反手做空这部分 你的财务报表算是看不到的 因为那是写在个附录上 美国财务报表规定 像这种做空的东西 是不必列入财务报表的 因此你看不到 可是他就是为了 哪天被抓之后 有借口 因为他故意亏了一亿美元 懂我意思吧 而且要显示在财务报表上 你看你看我亏了吧 这什么 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表什么样 他做的每一步 都想到 万一被抓的话 我该怎么做 怎么做 因此这个一亿美元 他早就想到了 所以他不违法 问题不是违不违法的问题 你要搞清楚 就是说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我想特别 趁这个机会 给观众解释一下 美国是普通法系国家 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美国 你不需要犯法 都可能被判刑 为什么 美国政府 一定要尽最大决心 用国家的力量 把这个案子 搞个水落石出 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其实他更多的可能是想作秀 因为你的这个思维 还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 因为我们这个作秀 我们经常看到 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没有民主性 他们做事的原则就是 我个人效应最大化 美国是这个样子的国家吗 那我再问你 老百姓会不会抗议巴菲特呢 这才是美国的主流 我举个例子 今天一个妈妈 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女 杀死了一个人 在中国 你是一定要判刑的 杀人者偿命的 虽然她是有很好的理由 为了保护子女 你杀了人的话 就要偿命 好吧 这很麻烦的 但是美国 是陪陈团判案 都是老百姓 都是老百姓 当陪陈团团约 只要陪陈团相信 如果我是母亲的话 为了保护我的孩子 我也要把他杀死 既然这样的话 你有什么罪呢 所以他就可以无罪释放 因此到最后你发现了 普通法呢 他所强的就是一个道德 一个人性 只要认为你道德破产 他最可以判你行 他不需要你有什么实际说 哎呀我犯了什么法 犯了什么法 不需要的 你可能是合法的 但你做的 情况是恶劣 你做的 你是伤风败俗 你做的手法呢 你是打击整个社会的 道德良心的话 你就是有罪 所以排除团团有一个判理 判理很重的罪 这就是个问题 因此柯林顿长说 哎呀合法 当然合法了 那一亿美元 你确实是输的 而且确实反映在财务报表上呢 可是如果你告诉陪审团呢 哎呀我告诉你们哦 一亿美元是他做出来的 因为他想说他如果被抓的话 怎么逃脱罪名做出来的 其实啊 我们有很多证据 虽然是不是很清楚证据 但是他说他什么 反手做空 他赚了很多其他的钱 这句话一出来 陪审团就给判理 而且说不定你陪审团的 什么亲戚好友 都因为这件事情 遭受了损失 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高盛 他就很紧张 因为这个道德破产 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 可以判刑的 但又一个问题来了 我们说高盛要叫美国之胜 我们一直说高盛 包括华尔街 跟整个白宫的关系 非常暧昧 包括高盛这家公司 是民主党的一个大善人 他奉献了大量的政治现金 这种情况之下 奥巴马有多大的决心 能够把高盛给搞掉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我们 包括我们很多的专家学者 谈到高盛问题的时候 甚至抱一点幸灾乐祸的心情 说你看高盛都是诈欺 怎么怎么怎么 美国要起诉他 其实我觉得大家 把这问题都搞错了 好吗 现在不是说高盛 是不是欺诈门的问题 而是美国政府 如何处理的问题 你刚刚讲的问题非常好 当奥巴马跟麦可恩竞选的时候 高盛捐钱 谁拿的比较多 是奥巴马拿的比较多 而不是麦可恩 那么 以前的数目来看的话呢 奥巴马跟高盛应该是 一批人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谓的利益集团 利益相关的 利益集团 对不对 那想问奥巴马为什么是 这么大的决心 要对自己的好朋友 当初帮过我们忙的好朋友 痛一下杀手呢 那么这个就牵扯到 这次欺诈门的最重要的 本质灵魂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的媒体跟学者 都没有搞清楚 美国所以稳定 又有一个最近的原则 利益集团是不可避免的 财富和权力的挂钩 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你要有限度 我随便举个例子 你坑害60%差不多了 剩下40%呢 给全国老百姓平分的话呢 这就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如果你过了这个界限 情况就非常严重了 比如说 今天4月19号 竟然有几千个美国老百姓 跑到华尔街 抗议华尔街 做风不道德 不知道怎么样 这就很严重 代表什么 代表你华尔街的做法 已经捞过界了 你已经超过 你应该得的60%了 如果捞过界的话 就一定造成社会不稳定 那么身为一个美国总统 在这个时刻 请问你 你执政的目的是什么 那你就威胁到他的安全了 你就威胁到一个政治的稳定了 好吧 那就非常严重了 所以今天 奥巴马总统这个做法 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那什么呢 而且我们 我们所有老百姓 包括政府官员 企业家 学者 专家 一般的一般平民老百姓都应该学习 学习什么呢 做什么事都有个度 好吧 这次非常好 为什么要抓高僧 因为高僧是投行里面的精英 是投行里面的属一属的大魔师 那么他今天做法 勤贼先勤王 勤贼先勤王 他今天做法算很恶劣 可是还不如大摩 摩根大通 好吧 他们还更恶劣 所以现在美国的监管机构开始 对摩根等八家投行 对 一定要先抓他 再把其他都牵扯出来 不管官司能不能打胜 美国政府一定要尽最大决心 用国家的力量 把这个案子搞个水落石出 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为什么 因为你捞国劫了 但是我觉得 其实他更多的可能是一场作秀 而不是实质性的东西 不会的 因为如果他这样的话 他要动一些实质性 作秀的话是亚洲国家的专利 美国政府不存在作秀的问题 那有没有 你说在美国的政治政府 他作秀的东西 因素还是很多 但这个事情 他不抓这个东西 这个事情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这不是个作秀问题 但是他这种做法 不是一个根本性的东西 因为你的这个思维 还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 因为我们这个作秀 我们经常看到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78家地产商 不是要退出吗 结果你退出了吗 没退出是不是 还有这个什么 租金办 要撤销 撤销了吗 没撤销 因此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平常 因此我们第一个 知觉反正说 这是美国政府 像我们一样 雷声大雨低小 那我给你讲是不会的 这是有媒体用的语言叫茶杯里的风波 对 请你想想看 到时候你发现 德国 法国 希腊都开始要控告 要控告这个高盛了 请你想想 如果说你已经激起了全世界这么多 对美国人的同盟国的同仇敌开 都要来治理高盛的话 你怎么能够平安下台 你知道吧 你自己已经把它闹大了 闹到最后 这不是茶杯的问题了 而是全世界各国 包括我们电视节目都开始谈高盛了 我请问你 你怎么在掩盖得住 理解我的意思吧 没有 那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 到最后时候呢 美国政府可能会打输官司 为什么可能打输呢 因为高盛太厉害了 高盛选了美国最好的律师 对 而且他的高明之处远远高过了证交会 包括美国政府 你的钱多呀 政府官员一年赚十几万美金 高盛一年赚上百万上千万美金 那两回事是人才是不一样的 所以是政大官司 美国政府不一定赢 就他现在这种做法 能不能解决这种 说这次高盛的问题呢 或者说 整个市场为止最根本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个 你还有个私卫哦 不是 你有个私卫什么事 你总认为说 哎呀 这是美国政府搞政策 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是觉得就是说 这次的金融危机 你其实就透视 它在后面的本质的东西 实际上是到了什么东西 到了文化的层次的问题 美国你说 我们西方经济学的第一课 就是个人教育还是最大化 而个人教育它实际上 再加上去人性的贪婪与恐惧 它想 这些东西都构成了 华尔街的成功的模式 实际上我 所以我有个观点就是 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它没有那种民族性 所以他们做事的原则就是 我个人效应最大化 所以他们做事 做任何的原则都是 不把它做得极致 就是我赚钱 就是要把你做死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出 奥巴马能不能像打丰田那样 把重追猛打高盛 我觉得它不可能 实际上在丰田的时候 通用的问题 不一定比丰田差 你讲的这个问题 叫做什么 个人效用极大化 华尔街为了赚钱 它这个贪婪 伤害到了整个 还不是一个美国问题 伤害到全世界 对 所以我觉得不是高盛一家的问题 其实就是华尔街的整个模式 但是我跟你讲 这就是华尔街的模式 而只有华尔街的模式 才会激起老百姓 比如说4月19号的抗议 那我再反问你一句话 美国是这个样子的国家吗 那我再问你 老百姓会不会抗议巴菲特呢 会不会抗议比尔盖茨呢 不会 为什么不会 这些人才是美国真正的精英 这才是美国的主流 华尔街只是一个庞兹末节 他们目前因为透过一个金融的运作 席卷了大部分财富 可是美国老百姓的心目中的企业家 是像比尔盖茨 巴菲特这样子的人 而且巴菲特 账率是非常小的 不会的 账率是非常大的 我请问你 你那个微软的市值有多大 市值有多 但是他们个人 实际上是单个个的 在美国民众上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美国的基因不到5% 不对不对 我就以巴菲特为例 以这个比尔盖茨为例 他们把这一生的财富 全部捐给了基金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要取之于百姓 还之于百姓 取之于社会 还之于社会 那么这个思维 就是美国政府一直在推广的思维 而这个思维叫做什么 叫做企业家对社会的责任感 就是信托责任 也是我这么多年来 在中国所推行的这个理念 当然我绝对不说叫他捐钱 不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你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 但是你刚刚讲一部分 讲的对的什么 就是高盛 这个投资上的做法呢 他们完全是以 个人效用利益极大化 为考虑的目标 所以他做任何事情 他是不管他会对别人造什么冲击 不管对投资上什么冲击 甚至不管对国家造什么冲击 明明知道这是个错的事情 他为了自己利益 他这样去做 这个事情 对于美国总统而言的话 你是不能让他延续的 延续结果什么呢 社会动乱就开始了 你想不想防止社会动乱 想 那么你这个整个社会呢 就要像比尔盖茨这样子 浸透这方面移动 因此你必须出面来整治这个世界 那你美国会不会说 有事没事找个比尔盖茨麻烦 那这就没有理由 比尔盖茨有没有找过麻烦呢 有 为什么 你微软 你垄断 他还是要找你麻烦的 你看比尔盖茨这样一个具有心头责任的人 他把财富都捐给 捐给这个社会了 可是你一旦捞过戒 就是说 你的微软 你一旦形成垄断 让别人没有机会出来的话呢 美国政府还少找你穿账 这就是美国政府 因此说怎么样 不管比尔盖茨也好 不管是这个 华尔街也好 你们赚钱 你可以像比尔盖茨一样 充满了对社会责任心是可以的 你可以像画二戒一样 你可以以个人效应为极大化 自己赚钱 但是你们都不能捞过戒 美国证监会呢 这次的监管 它是一种 透过监管来学习 你在这儿 现在把高生 他们的做法 年纪脱了以后 我高生马上又搞一套新的东西 出来了 所以要不断学习 刀高一尺 莫高一丈 监管的本质是什么 监管本质 一定是亡羊补牢 一旦出了事之后 他还知道去防堵 去监管 我们呢 所以在教授看来 这个事件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作秀 或者是插杯里的风波 可能是 现在媒体用个语言 叫华尔街的普查 严打升级了 不是这样子 而且我们还说 这个案子里面 还在了解一个事件 就是说 为什么我说 美国政府大官司不一定赢 除了人才不够之外 还有一点 这个郭不归 你证监会管都是个问题 然后我讲的美国政府 是指证监会 证监会 它主要是什么 对于 上市公司进行监管 因此对于所谓的内幕交易 操纵股价 等等的 输送利益等等的 它是非常介意的 而且它这方面 大集中非常成功的 从1934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经过大概七八十年的运作 它这个监管股票市场 外面就非常成熟了 可是当证监会 一看到我们讲了这个案件的时候 他们也懵了 你到底怎么监管 你有如何监管 对于这个案件以后 甚至司法部都进行调查了 这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按照美国证监会的 过去的灌地 这个案件 不会那么快升级 一般都是民事诉讼 对 你的司法部调查 那就很严重了 我们可以换种思维 美国证监会 这次的监管 它是一种 透过监管来学习 这才是美国这么可怕的地方 监管学习 你是怎么玩这个游戏 然后回去再想一个对策 如何防堵你的犯罪行为 你可以利用个人 最大效益最大花 你可以赚自己的钱 你可以贪婪 但是你得有限度 就是我刚才一再讲的 因此这一次的 这次查案本身 官司胜负本身 不是最主要的 而是透过整个查案的过程 把你所有资料 透过司法部 命令你全部 全部交给美国政府 他了解了 所有过程之后 你一定一套防堵的办法 监管者的水平提升了 这样的时候 就可以平安一阵子 下次出问题 下次再说 但是监管跟被监管 从来都是猫跟老鼠的游戏 你在这儿现在 把高生他们的 他做房间就拖了以后 我高生马上又搞一套 新的东西出来了 所以要不断学习 道高一尺 莫高一丈 这是对的 而且你说 你说以高生之聪明 他们这方面 之厉害 做美国政权会 想永久的防治 是不可能的 不过 我得提醒你一件事 监管的本质是什么 监管本质 一定是亡羊补牢 不可能事先监管的 一定事件发生之后 才有监管 你知道我们今天 应该检讨什么吗 事情发生之后 你没有监管怎么办 这是我们该担心的事 甚至是很多亚洲 跟欧洲国家 干担心的事 美国你不要 特别担心 一旦出了事之后 他还知道去防堵 去监管 我们呢 奥巴马最近不是在搞 这个金融改革法案吗 不是现在国会 正在审批吗 奥巴马就明确说 你这个法案之中 必须包括金融染性性的监管 如果不保护这个 我拒不签字 一定要保护 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再调整的过程 问题在于刚才教授 说到亚洲国家 最近康奈尔的黄明 发表评论 说高盛在美国 其实不是大问题 在中国才是大问题 高盛在亚洲的 所作所为 远超过本土 为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 他在美国做了什么事 美国政府会 事后防堵 亡羊补牢 亚洲国家 包括我们在内 从来都不知道 他做了什么事 我们也不知道 向他学习他的手法 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 如何防堵 就是游泳监管不到位 因此他在中国 那可真是可怕 现在全球开始围剿高盛 只有在中国有一个事情 就是现在高盛 依然是中国农业银行 H股那个IPO的 那个主要的牵头商 多了 但是问题在于 他现在这个消息 这个七大门消息出来以后 对 他这个主承销商 这个地位 丝毫没有松动 没有任何消息出来说 你高盛 你是不是可以退出 我中国市场 没有的 他继续问 你要想到鲍尔森的例子 他想卖这个产品 给投资人的时候 他为什么找高盛呢 为什么不找中金呢 是不是 不一样啊 因为高盛就能卖得出去 那我请问你 当时狙击日本的是哪些 1990年 戳破日本泡沫 哪些公司 就是摩根斯坦迪跟高盛 那为什么日本的企业 到美国上市 还是要找这两家公司呢 中国企业为什么 还找这两家公司呢 那没办法 因为这他们卖得出去 关系硬啊 关系硬那没办法 而且他对关系硬到什么程度 包括他当年 抢滩登陆中国本土的时候 用的高盛高华 他也是有效地绕过了 各种法律的限制 水平就是高 走了一个曲线 然后几乎是全部控制 这个水平高 没有办法 结果到今天 你看方丰雷走了 胡组六都走了 但是高盛 虽然叫高盛高华吧 其实高华那部分的股权 也是拿着高盛的 一个商业贷款嘛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我觉得其实对中国来讲 我们今天更多的应该是 第一高盛应该检查 高盛到底给中国 带来了什么东西 第二我们应该清算 高盛在中国 带走了都什么东西 高盛带走了什么 带走了大量的 这种掠夺性的财富 那带来了什么 我觉得带来了一系列 我们看不太懂的事件 包括当年那个炒股 那个西部矿业 包括前不久 炒得沸沸扬扬的 双汇减持 然后包括带给我们说 创建版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创建版的一个 还不对 也是一个 也是炒得飞风烟烟的 不是高盛带的很多东西 我们是不理解的 我们最大的悲哀在于 我们总是落后于高盛 二十年才能看懂这个事情 对对我想差不多 而且高盛的高明 甚至让巴菲特都汉眼 巴菲特不是一直是股神吗 对 看美国好多股民 看他作为一个风向标 金融海啸过程中 他投了五十亿美元 这个博克希尔哈萨维那公司 对对 砸尽了高盛 当时他说了一话 现在被称了笑谈 他说 我选择高盛 是因为第一 看中了高盛的实力 第二 看中了高盛的品格 这话现在一出 他赔了 一夜之间赔了十个月 全美国人民都笑了 巴菲特名言说 当这个潮水退后 谁是罗用者 后来发现 原来自己还是罗用者 这话是赔了十个月 他最好是赔了十个月 再来